沒有參加營業中二 必須說他真的好累 其實我本來腰就沒有很好了 所以站久了其實那腰是會痛 今天晚上腰不痛 今天晚上 應該要使用一下 休息夠久了吧 可以可以 浩子腰不好消失營業中二 照樣訂房帶老婆共度520 這次520兩位有對老婆休息嗎 已經訂好房間了 那我們會一起在外面過一晚 浩子腰起出席公益活動 今天哪是浪漫的520 也是害營業中第二季首播的日子喔 沒有參加營業中二 必須說他真的好累 他是真的在經營一家店 我不是在看飛機 我是怕我眼淚掉下來 怕我都不擺這個心 心 就是累了 沒有了 你不知道怎麼檢查很簡單 沒有了 他的節目這麼多 我 M 這個節目沒有什麼 什麼心情或者是救人 永遠都是Family 其實其實對 我們就像一家人 MOSME 1 2 HAPPY 是鬼嗎 蛤 大來賓 雖然消失在班底名單中 但是鬼鬼獎擔任大來賓 浩子也會回歸當小幫手 他透露自己心有閱歷不足 因為腰力不佳 只能忍痛缺席 然後一整天這樣站下來 其實我本來腰就沒有很好了 所以站久了其實那腰是會痛 然後循環會變得不好 所以我就只能忍痛 離開那個地方 但是我們其實是一個大家 今天晚上的腰不余 今天晚上的時間應該要使用一下 休息夠久了吧 可以可以 你就是一個禮物這樣 哈哈 而阿翔的老婆Grace 5月17號貼出跟6歲女兒蕾蕾的談話 得知女兒被同學的姐姐嫌醜 慶幸平時跟你們分享的價值觀 都有往心裡住進去 沒有影響女兒太多 有同學看到她在FB的照片 你們班上的那個同學長得好醜 然後同學跟蕾蕾講說 欸 我姐姐說妳長得很醜 蕾蕾回來有點難過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 然後你是我們最棒的寶貝 你是最好的 你不要去太在乎其他人 怎麼樣的一個說詞 做好你自己就可以 其實 他還好啦 現在還是每天都很開心 你小時候有沒有 不是 是 同學都說他長得很像 以前他都說 我覺得我長得像爸爸很可愛 然後最近他都說 我不要再像爸爸了 我還長到了 對 然後 然後我老婆就會安慰我這樣 但我現在有走出來